一爱一个人,那门是窄的,那路是长的,二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,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经济坎坷,却很少承认,真正的顺其自然,其实是绝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,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,三十间最会骗人,那些绝对的话就不要说出口了,未来很长一却难讲。 四,你的青春就像摆在货架上的罐头,添加在多的防腐计,也难逃下架的命运,超市老板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,一夜之间,你依旧穿着二十岁的衣服,留着二十岁的刘海,还是像二十岁那年一无所有,但是你再也说不出,我到了一百岁还可爱这句话,无忠诚的意义在于我们不应该忘记爱过的每一个人。 六人们似乎都在以体验生活的名义,接受了十度时光这个事实,七你觉得生活不行生活,也觉得你很不行,八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秋衣,塞进秋裤里秋裤,塞进袜子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